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白 我們很久沒拍過手機遊戲的影片 這次很榮幸得到 跑跑卡丁車Rush Plus 的廠商邀請我試玩這個遊戲 跑跑卡丁車已經是一個 16年前就出現在電腦上的遊戲 至於16年前我還是一個Landcan 所以我沒有玩過原作 難得它現在出了手機版 當然是來接觸一下大家的童年 跑跑卡丁車應該人人都聽過 就算你沒玩過應該都聽過 這個遊戲那麼經典 那麼出名 雖然我都沒玩過16年前的電腦版跑卡丁車 但我在網上看過的影片 就發現它這次的還原度也不錯 而且 畫質還進步了 聽說還多了一些玩法 我們不如一起來看看有什麼玩法吧 按進入遊戲之後 就會有5個模式 這5個模式除了排位賽之外 還有其他我都玩過 我個人來說 最輕鬆的就是故事模式 故事模式應該是讓你有錢入心 慢慢去玩這個遊戲 最難玩我自己覺得是道具賽 因為又要兼顧道具這件事 又要兼顧場地 又要兼顧速度 真的很難 但是最好的一點是 但是它有分組 那你不行都還會有人兼顧你 接著說一下競速模式 競速模式就是你要考車牌才可以玩上去 我目前只考了一個車牌 所以我現在只可以玩到這個R Channel 廢玩不多說 我們一起來試玩這幾款的比... 廢玩不多說 我們一起來試玩這幾款給大家看 那算了 每個人都想玩啦 先玩我簡單一點 要不然如何顯示到我的技術 Wha...Wha... 我不想拍到那個按鈕啊 搞到我reset了啊 衝啊...衝啊... 第二名啊 它發足足足七秒啊 這麼厲害啊 好啦 玩我最討厭的道具賽給大家看 希望不要再HIGH錯 啊... 就這樣被人攻擊到了 我一下子變成第六名 道具賽就是如此啊 突然間就因為某些道具令到你... 一下子落後了極多 頭三名都是我們藍隊的人啊 好嘻尚 哎呀... 哇... 突然間... 一個失誤 又掉下去啦 喂... 喂呀...好舊啊 實在太過分了 一個膽氣追完你們啦 啊! 廢柴! 好弱!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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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一隻掉在後面啊! 好哭! 其實雖然我就說不喜歡玩道具賽 但道具賽是有趣一點的 幸好我們藍隊都贏了! Ranking來說呢 我們第一次玩的 不知道會怎樣呢? 啊! 哈哈!原來呢 我頭上那隻貓呢 在我加速的時候會驚啞樣的 啊!好可愛啊! 哎呀! 我顧著看這隻貓忘了看到 啊! 好可愛的Ranking 連我一個手殘小能手都輕鬆 第一名啊! 哦!現在拿五分 它是跟普通Ranking一樣 都是累積夠些分就升Ranking 不夠分就會跌Ranking 但它剛剛這裡寫著 黃金車手及以下段位不扣分 那大家至少都可以做個金牌仔 看完怎樣玩 就不如讓我講一下 怎樣可以提高一些技術 不要像小白那麼弱啦! 這裡有個修煉 裡面也有不同的技巧 可以讓你學習 最主要要學的應該都是技巧和雜氣 那我現在就來示範一下 首先就是最簡單的飄移入彎 就是按著方向鍵和飄移鍵 就好像我剛剛也一樣成功做到這樣 然後就是斷位拉車頭 一個就是按方向鍵再按飄移 然後就相反 好像剛剛那樣 方法都一樣 一起按 再拖回去本身 下一個就是點飄 點飄就是整件事鬆手鬆得快一點 然後就是霜甩 重新按住 喔!即是U-turn U-turn得不夠的時候 要瘋狂再按 嘩! 嘩! 嘩!這個東西很難啊 欸!我開始抓到技巧了 搞定啦 喂喂喂喂 沒有看地圖 oh shit! 沒有看地圖 對啊!這個遊戲最難的地方 就是要兼顧很多東西 對於一個沒辦法 人家來說實在太困難了 好啦!其實還有其他技巧 譬如這個拖飄延續 最佳發飄移 等等等等 其實它在旁邊 你按這個Play 鍵 它就會有語音 詳細教你了 那我也免得演練那麼多 接下來我們來講 這遊戲最令女生興奮的地方 嗯! 雙城 就是少女心會爆炸的地方 那這裡有各種的服裝啊 車身啊 車特效啊 那些 那你買每樣東西之前 它都會告訴你 它的時效是多久的 大家記得看清楚才好買 我相信它遲些 一定會出更多不同的衣服 還有應該會有機會有合作 那如果要課金的話 我就建議留回到時候才課金 它不同人還會有不同的服裝 然後這個時間商店裡面 就有傳說級的棉花糖車 然後這些都是限時折扣 我想說很想要 剛剛那個貓咪少女 我們看看有什麼超級獎勵 嘩! 有點帥 雖然有點MK 但有點帥 彩虹胎痕 嘩!好棒啊 我覺得呢 這個遊戲最值得貨的 不是車 是胎痕 因為車只有你一個人看到 就是你玩的時候 但是胎痕是全世界都看到的 那它現在也有一個Season Pass 那你只要累積夠的經驗 就可以拿到它的獎勵 但前提是你要先買那個Season Pass 你不買這個Season Pass 它也會有獎 只不過它的獎沒那麼豐富 啊!順帶一提 我現在這隻貓就是做運動給我的 超可愛的 雖然它不是永久送 但是很有趣 最後呢 就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小屋系統 那你就可以自己在這裡做一些裝飾 那裝飾就是用這個點數換的 那你看到右上角有個K幣 那K幣呢 就是遊戲做任務會送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啊!是否一定要課金才可以做到很漂亮的 那不是的 那還有那些金幣呢 都一樣是你做任務 玩遊戲就會拿到的 還有有時候呢 做任務呢它都會送些東西 又或者無緣無故送些東西給你的 那這個欄杆 還有這棵金金黃黃的樹 都是它送給我的啦 那我現在順便也佈置一下我的房子 我剛剛開了一個 人家都可以過來我家拍車的車位 我剛剛開了一個車位 就有人走過來拍了 蛤!搞笑喔 啊! 我去到他家 喔!我去到他家之後呢 然後我就可以過來按他的停車場 然後拍我的車上去 好啦!那今天試玩這個遊戲就來到這裡先啦 多謝各位收看這條影片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去下面那邊按一條link去下載這個遊戲吧 小白姐來說呢 其實我本身就不太喜歡玩跑車遊戲 因為我自己覺得自己很弱 真的很弱 大家看到也知道我有多弱 但是我覺得跑跑卡丁車的遊戲 對我來說都可以接受到 因為它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給不同的人 你想Hardcore一點 你想輕鬆一點都沒問題 喜歡這條影片可以Like&Share 有什麼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各位小粉蛋 我們下條影片 請問我們下條影片 各位嘉賓 我ami的故意 你要不要被人先降到 那一塊半把 這塊子 我們下條影片 可以 Menings 明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